是,排隊沒用的 ID訂iPad,明天賺一千 報紙未出現說不能排隊 是嗎? 為何不能排隊? 因為買iPhone 4S時排得太誇張 嚇到蘋果 新iPad就變成上網買 今早就開始訂夠 明天可以拿貨 好像訂iPhone 4S那個 就是入名、電話、電郵 和訊息就可以了 哦,這樣 那需要即時付錢嗎? 不用的 來店舖拿機時是付錢的 不過有炒價一於小理 昨天早上還有大約30個人 在Apple Store對面的行人天橋排隊 還有人明知在上網買 都堅持排 那你還要排什麼呢? 蘋果貼了告示 找職員教他們上網訂購 希望他們不要再排 你們可以插一個網址給你 原外籍高層都出動了 有些人還索性比貴一點 不在蘋果買 有些人還索性比貴一點 有些人有機器嗎? 四十多元 四十多元 主要是香港還是羅地 香港羅地也有 我心中有一個大概水平 12000元 他還說Wi-Fi版每部賣6000元左右 而外國的4G版三日後到港 每部賣大約一萬元 都會看到 Blue給2人 晚上 不到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